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焦丽 今年26岁 来自河南廊考 现任驻香港部队某合成旅女子一张牌牌掌 父亲三岁的时候 爷爷就已经离世 对于他的印象 我更多的是从朴素的 有点过分的夹缝中感受到的 从小到大 我这个90后的姑娘 几乎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 上了学 还在穿哥哥的二手外套 我有过抱怨 也流过眼泪 可负弃离世前的一句话 却让我一夜之间改变了想法 为什么爷爷和爸爸可以拼到这种程度 为了感受他们的心理 我放弃了原有的人生规划 在大学毕业后走进了军营 从战士到干部 从内地到香港 从通信转行仪仗 我一直用努力证明着自己 交易 走 刚才走的时候 我不是还满意 你看枪歪的 背着也是大可能的 军事也不请包 可当训练成绩拖后腿的时候 当无法融入《仪仗女兵》这个特殊集体的时候 爷爷的光环不仅没能为我加分 反而让我受到了很多质疑 你说得清楚 因为你是没练过这个东西 咱们现在要加速加速 听说当时你的茶汗的抖音已经点击量达到了五千万 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姑娘 爱美爱笑 爱唱爱闹 可既然交易录孙女的身份无法回避 那我就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鼓足勇气 拼尽全力 我是焦丽 这是你华 这种也是你华 下面那个板包是你办的 是的 那个对你难度大吗 几个小时吧 几个小时吧 一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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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艺术家 去艺术家的眼包跟我们相比一样 对 开头一样 开头一样 有啥不一样 毕竟我们谭蕾是体育学院的 美术生 这是我们优秀的老班长 王金玉 作为女子一上台的成员 眼前的这群姑娘最大的二十六岁 最小的刚满二十岁 简报对于她们 本是件枯燥乏味的工作 多才多艺的 真正 样样精通 可在焦丽的带动下 这项任务 如今却成了大家热衷的娱乐活动 发现每个人的特长 发挥每个人的强项 在学习的过程中 让压力尽情释法 虽然军龄不长 可焦丽已经修炼出自己的带兵法宝 而走上训练场生活中的大姐姐交力 又会立刻切换成战斗模式 从通信到一帐 短短一年就完成了跨界转型 焦丽有足够的理由 骄傲和自豪 可刚来的那段日子 心底的压力却让他根本 无法融入这个特殊的集体 2017年底 从解放军重庆通信学院 顺利毕业的焦丽 被选调到驻香港部队某合成旅 与此一张牌担任牌展 从走进营区的那一刻起 他就引起了所有人的热议 焦丽路的孙女 至少她从小 都是一个家庭环境 成长的环境 应该是比较好 我们想焦丽可能 也是一个焦焦女 所以说 当时我们也有这个想法 也有这个顾虑 这样的质疑声 焦丽从小到大 不知道听到过多少次 巨大的压力 让焦丽在军旅之路上 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路无仅三个月 最初三公里成绩 全连垫底的他 体能训练课目 就全部达到了优秀 分到通信连没多久 之前一倍号码就打瞌睡的他 在童年兵里 第一个取得了上级值班资格 第一次考军校失利 一向不能熬夜的她 每天都学到凌晨 第二年就成为所在集团军 唯一一名过线的女兵 真的是靠自己的努力 去获得的这些 而不是说靠 爷爷给的这个 就是焦丽的孙女 爷爷给的这个身份 去获得的这些 就是我不想失败 我不想让你觉得我不行 就这么简单 我一定行的 凭着这份努力 焦丽觉得自己肯定 能再次打破质疑 我讲一下我刚才看到感受 我感觉那个 赵树婷感觉 你的转腔角度不够 我说一飞 你那个每个动作 就是稍微柔美一点嘛 然后你这个太僵硬了 就感觉 可没想到她说的每一句话 都把门外汉的本质暴露无遗 你现在看过一些视频 我觉得我们可以 把整体枪操的难度 再提高一点 就难度系数 然后花样 然后技巧 我只能这样讲 好好 按键按键 你说的请讲 因为你是没练过这个东西 咱们现在练到这个点 今天已经8号了 下个月25号再说任务 精彩一点 大家辛苦一点 大家辛苦一点 真辛苦 这能力是这么多的 以前练得好好的 这些练得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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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体还需自身硬 如果说你在自身专业方面 如果不够硬的话 底下战士根本就不会有福气 因为只有你去 学了这个东西 并且练出来了 才能对他们吃的苦 也感同身受 才能更好地抓住人心 三军仪仗队是驻香港部队 对外展示的形象与窗口 仪仗女兵更是众人关注的焦点 每一名队员都经过严格的选拔 其他形象 气质俱佳 高的有一米七八 矮的也不低于一米七 再加上他们中训练时间 最短的都有一年以上 焦力在各个方面都无法匹敌 可被当众泼了冷水 要强的他立马决定 用行动让所有人闭嘴 四方清楚 清掌 快撑 进吧 走 展示提干的焦力 本以为 这不过是严格一些的队列训练 可真上了场 他才发现自己错了 焦力 走 刚才走的时候 我不是很满意 在里边晃晃悠悠 枪也控制不住 步伐也合不起来 你看枪 也是外面 背中也是弹刺开的 军事也不挺拔 作为仪仗队的执行队长 韩一猛曾在北京仪仗队服役六年 参加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 2009年国庆阅兵 2010年广州亚运会等活动 有着丰富的祖训经验 可对于他的当众批评 焦力却打心眼里感到委屈 你走一下我看 立丁 稍后追 刚才你在做什么 报告 枪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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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你再是为了我好 我觉得有时候太扫我面子了 然后就老让我一个人在旁边练的时候 因为男兵女兵都在一起 一百多个人 一百多号男女 还有那么多人都盯着我 我又是新来的 然后都知道那个女排长 怎么怎么样 我会觉得有点没面子 他有些时候为什么感觉别人在嘲笑他 或者是怎么样 他急以求成 他就想今天学 明天就要打得很过瘾 他这个动作就要循序渐进 他不是一天就能吃个胖子 一天就能练到高高标准 由于任务的特殊性 化妆是每一名遗仗女兵的必修客 可自幼受朴素的家风影响 90后的她连这个客幕都拖了大家的后腿 我记得很清楚小时候穿个白布鞋 好像是八块钱一双 两边都已经开胶了 但也可能父母工作忙也没有注意到 而且我经常穿我哥穿过的衣服 明明那个是男款 我妈后来都说 我们家小孩其实特别晚熟 你包括上初中高中 有很多女孩子都已经会打扮 或者是会给自己怎么样 我真的从小到大就感觉我 其实现在用来就是特别土 努力摆脱一意的光环 渴望证明自己的焦丽 第一次想到了放弃 我叫焦丽 今年26岁 来自河南廊考 现任驻香港部队某合成旅女子一仗牌排 从战士到干部 从内地到香港 从通信转行仪仗 我一直用努力证明着自己 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姑娘 爱美爱笑 爱唱爱闹 可既然交易录孙女的身份 无法回避 那我就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鼓足勇气拼尽全力 我是焦丽 军女人生正在为您播出 焦丽拼尽全力做自己 焦丽 什么情况 你怎么今天不训练了呢 就是有点烦吧 就是也跟不上 然后也容不到他们中间去嘛 都放松 都放松心情 不要再剪了 我们把帽子脱下来 帽子脱下来 我跟你讲 我当新兵的时候 比你现在郁闷的时候更多 哥们 当时 你也比如说帽子 我们顶帽子训练 就是为了搏镜 就这种感觉顶 顶顶顶顶 仪仗对流传的这样一句话 仪仗队的刀 韩一猛的嘴 指挥刀在仪仗队象征的最高权力 而16年的从军经历 也让韩一猛能够抓住每一名队员的心理 我爬过去的时候 我的腿一伸 我这前前出不去 后过不来 腿疼 身子疼 脖子还要砍那里 搞了顶着脑袋痛 16年我当时我这个有个身体状况 为了让焦力彻底敞开心扉 他甚至把深埋在心底的痛苦往事 河畔拖出 说你伤了个大病 对 伤了大病 就接上癌 但是当我接触那一瞬间的时候 我躺到病床上的那个瞬间 我就那个时候特别像我回到训练场 我们医仗兵有句话 现身医仗为国登国 就当了这么多年医仗兵 我也是这么想 但在这个过程中啊 做了事 大了手术才会伤元气 那个时候训练 当年患癌后 韩医王也曾经绝望 甚至想到过情生 虽然对军女的眷恋 让她战胜了病魔 更重返训练场 可背后的辛酸与付出 又有几人知道 感受着她对工作和事业的执着 揪力 一下子想到了自己的父亲 其次需要时间慢慢的 去来康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自从和韩依蒙长谈之后 她开始想尽办法 融入这个特殊的集体 虽然区乏带兵经验 可几年的当兵经历 让焦丽明白 要想走进大家的内心 就要和他们打成一片 其实大家都是一个人 离开家 然后来到这里 有很多也是独生子女 我想通过这种方式 人都希望得到被关注 被重视 我就想给他们表达意思 你看我有在关注你 其实你真放手去做了 可能会做得更好 让人潇洒一点 不要太在意这些 没关系的 哪怕错了 失败了又怎么样 只要我们一直坚持下去 一定会看到更好的自己 一定会遇到更好的自己 跟排长相处以后 也不是很想去关注他家里的事情 我觉得他是我的排长 我喜欢他现在的样子 然后我也不想觉得他是 就是他的家庭背景 怎么样决定我跟他的相处方式 《战事冲锋》是焦烈结合网络热门歌曲 《骆驼沙漠》和女兵们 共同打造的一首MV 发布后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 最近如此 他还总是找机会拍下大家 英姿萨爽的一面 他就是我要把它创新 我要把它融入更多的元素 把我们这个新时代女兵的魅力 我要融入进去 把我们最高的标准 展现在镜头面前 展现在广大的香港市民面前 在做好管理工作的同时 焦烈没有一刻放松过自我要求 军营真的我觉得锻炼了我很多 一个就是坚持和坚毅的品格 真的大家都很努力地去做一件事 而且是齐心协力一群人去做这些事情 我很喜欢部队的这种氛围吧 这样的努力让焦烈很快适应了 一张牌的工作生活 短短一年间 他带队完成了军营开发 香港青少年军事生活体验营 为老爱幼 互访联谊等大象活动 在广东省第六季南越长城杯演讲比赛中 夺得第二名 来当选为中国妇女第十二次全国代表 大会代表 虽然身处香港 可严格的管理制度加上有外出机会 也都让给了战士们 一年来焦烈出了执行任务 从未走出过营区 借着休假的机会 他才在姑娘们的带领下 第一次近距离 接触这片自己首位的地方 芒果的呢 芒果喜欢吗 芒果 对 芒果的 可以啊 好的 换一张 换一张 尽管只有短短的六个小时 根本来不及感受香港的繁华 可娇丽却打心眼里感到满足 因为在这里 她甩掉了心里的包袱 收获了大家的认可 找到了一个更好的自己 身份背景 不能决定未来 拼尽全力 才能成就更好的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